好 接下来我要请这个张将军 再来帮我们讲一下这个中东的部分 6月26号胡赛武专有发布一个影片 他们发射了一个高超音速飞弹 这个是首次的对外宣布 那这个背后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 另外呢 微信公众号三分亮剑 近来在社群平台的影片 有说呢 哈马斯疑似使用了 红箭8L反坦克飞弹 好 这个部分呢 最大的身侧距离7公里 辨识距离3公里 可以全天候的作战 而且命中率高达90%以上 还能够穿透700毫米厚的钢筋水泥墙 对 胡赛武装组织 刚好在红海的南端 它最窄的地方只有30公里 所以对胡赛组织来看的话 它看着恶控进出红海的咽喉 那现在它就做辨识 只要是跟它 比如说是以色列的 或者是跟它敌对的 这些势力的船只要经过红海 因为它在北边的话 红海然后对北边的话 就是以色列了嘛 它当然就在那个地方 这边做我们讲到阻炸或者拦截 那它这个现在 它这个新式的 哈提姆兔的这种飞弹 这是地对舰的飞弹 又是超音速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很难去拦截 它把这个高超音速的飞弹 很难拦截的 那它来做验证一下 以色列的这个船只 这个船只它上面 它的武装到底状况如何 有没有进破防御系统 就是我们讲的 类似三五快炮 进破防御系统有没有 如果没有这个进破防御系统的话 那你根本没办法做反制 就挨打的份 那另外一个 胡塞武装组织拿到这个飞弹的时候 它的相关的 这雷达参数 可不可以把它锁定锁得很清楚 有没有 它的指挥跟管制 有没有办法做链接 这个很重要 那换句话说 它印证了胡塞武装组织 把这个所谓的 这个海情跟空情的 这方面的资讯系统 可以溃入到飞弹 飞弹在发射之后 是命中目标 而且是高超音速 高超音速 五倍以上的音速叫高超音速 那这样的话 胡塞武装组织拿到这个飞弹 表示说 它的武器的系统功能提升了 那当然哪边来 胡塞武装组织后面的 挺它的是伊朗 伊朗有这一方面的条件 然后给 这个我们讲到的夜门的 胡塞武装组织 你看我们看了这一个 腾克爆炸起火 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哈马斯组织的打了已经 我们讲到已经八个多月 九个月了 那九个月的话 这个哈马斯组织在这个方面 因为它在第一波的十月七号 弹药就已经耗了 大致耗得差不多了 它现在可能还有一些库存的 虽然外面都已经被封锁了 你从西南半岛要运进来 不可能 海上都被以色列所控管 陆上的运输也没办法 那还有这些库存 可能我认为它这一个尺虎 这个以色列的尺虎坦克爆炸起火 也就是起起的效果 红箭8L 这一个表示 胡塞的 这个哈马斯组织的 在这一方面有零星的战力 他哪怕只是打 击毁一辆以色列的坦克 也会在对以色列的陆军造成震撼 还有这方面的反击能力 哪怕只是击毁一烧 造成这个以色列的坦克爆炸起火 但是也有震撼力 表示说哈马斯组织到现在为止 还有残存战力 能够对以色列陆军产生威胁 不是完全无造价之力 也会对以色列的这种 这种心理上 会产生一些 这种震撼性的影响力 好 再来我要请这个 李大中老师来帮我们谈一下越南 其实越南一路以来 他们都是奉行所谓的竹子外交 但是最近他们也登上这个世界的版面了 因为包含了普京 有去这个越南访问 另外越南总理范明正有访华四天 当然跟这个习近平等人都有见面 最初现在越南原本要盖这个 铁路建设 但是他们当然就是高铁 他们就向日本求助 不过最后日方拒绝了 可是最后他们现在回过头来找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也答应他们了 同时他们说希望越方能够为中国企业提供一个公平公正 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 我问一下李大中老师 你怎么样看越南这个部分 还有基础建设其实没有办法 他们就只好找上中国吗 其实越南在外交上也是很弹性的 就是长袖善舞 那当然这几年也可以看到 他其实跟中国大陆的接触非常的频繁 即便还是有一些潜在一些历史上的一些潜在的矛盾 但是看这次的这个犯明证 他当然是以工作会议的这个层级去中国大陆访问 也见了习近平 而且里面还特别提到说 这个越南愿意支持中国大陆这个寻求CPTPP的这个会计 因为目前来说这中国大陆非常想要实现的目标 那双方也提到说不容 两国关系不容任何国家挑拨离间 其实这剑指的当然是美国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 其实美国在拉拢越南 这些年也下了好多好多的功夫 这个我记得在2023年9月份的时候 这个美国跟越南建立所谓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几个 这个可以建设到 可以见证到说中国大陆跟越南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因为美国跟越南关系从越战之后 其实大概20年是中断的 是冷冻的 好不容易在1995年克林顿政府执政时期 恢复双边关系 美越关系正常化 但是其实进展是有限的 比较明显进展还是要到欧巴马任内的第二任期 包括欧巴马对于越南的国事访问 也邀请越南领导人到华府 然后也提供很多各式各样一些政策上的优惠跟所谓的拉拢 他把它视为是个美国重返亚太 亚太在平时战略里面很重要的支点 跟所谓的重要的伙伴关系 这个美越关系 但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当然不会放弃跟越南的这种传统的 这种邦誼 还有包括各式各样的贸易关系 还有包括基础建设技术的一些投资跟输出 所以越南是目前处于这样的状态 美中竞相拉拢的重点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鱼 你知道肌肤年龄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肇原蛋白流失速度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十几岩德国专利肇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瓦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erisol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更多的额外优惠折扣啰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就要从现在开始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就要从现在开始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就要从现在开始